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轻品牌 新锐设计师 越来越多跨足到高级定制服的领域 我要跟各位特别介绍 三家好吃的泰国菜 跟着小红老师点准没错了 Damian Rice 他有一个封号叫做情歌诗人 如果天堂是温暖的 那Damian Rice就是那个带来希望的天使 大家好 我是Stephanie 温小红 高级定制服文化面临考验 新的材质技术 能被大量复制到工业成衣上 对于每一帧每一线手工缝制的顶级工艺 供应方逐渐流失专业知识 定制服的客户呢 也将昂贵的服装 看作炫耀而非艺术的欣赏 但索性在本季的春夏高定州 仍可以看见尊崇传传统光荣的设计师们 拯救了只能在专门工坊中的 匠人们的指尖下 看见的顶级艺术 端出动人具有挑战性与进步空间的服装 坐落在宁静树林中的木质娃娃屋 传递出东方风格 Chanel贯穿本季 以金线绣成的蜜蜂 是Carologville 透过高级定制传达生态意识的生动说明 环保再生的概念 在繁复的马赛克拼坠背心 木串珠编织短裙中 反映出简泽不愧的潮流 这次系列与现在大红的快速时尚 形成完全反差 强调阔形的重要性 优长而流畅的曲线 则是精准测量下的完美弧度 派空杆的圆弧袖子上装 直到长度至小腿的铅笔裙 体积如固体般刺如收窄 上身松动的抓皱与下身合切的裙身 肩带前胸接连后背的细带 以小片小片切割 再堆叠的布料与丝绸般的用色灰影 反复闪动出如同人鱼跃出水面的光泽 裙装分叉成泡沫状的薄纱 或分散成寸寸流苏 随着开场的厚重毛泥套装 轻盈的长裙在流金跟纱 斗篷下泛着光亮 细看每件设计中 反复地以碎片累积成 如同奶白色草地般的丰厚 却在细腻的工艺下不显厚重 宁静美丽的流动步伐 与绿地蓝天的图景组成 Carolocqueville延续事业全新面向 Jumpartista Folly进入高级定制领域第五年 用玛丽安东尼对美的坚持向巴黎致敬 而现代巴黎室内各处花园 也带来面料上的启发 让流线雕塑般的轮廓和奢华复兴互动 无负担的短座为开场 已经能见到花卉在2016高定设计中 无处不在 可以用珍稀珍贵的刺绣体现在面料上 细致的贴花有如彩宝般的光泽 打开视野 充满活力的砂质和叶边 薄砂包覆着尖线的皱� 也是种含苞待放的象征 这些花卉在高级定制服工艺的支撑下 为我们带来新颖的视觉呈现角度 Valentino双人设计总监 本季高级定制服延续上季厚重的 拜占庭罗马宗教感 春夏季中顶除过于华丽的风情 加入希腊神话的先进感 赤脚走上伸展台的女模 飘然的布料律动 贴金图像连成的坠式 与头顶上的金蛇法式 可以见到土耳其印度的风格 大量采用轻巧到如同水雾一样的砂 而折边雨拼坠 以手工染色的天鹅绒 丝毫不见厚重 靠着空气般流动的设计 将女人推上女神之位 以现代舞之母 依莎贝拉邓肯参考为灵感 神殿祭司般的薄砂长裙 与宝石色天鹅绒面 合幅外套 丰富闪光的颈段 与金银丝混访的网布上的美丽折皱 令人躺扬在直地做工的惊叹中 身材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